我們在做出前打擊的時候 第一個 第一個重點 我們比較不會站著平著打 或是用馬步打 我們用三七步 前面三後面七 三七或四六步 讓自己身體比較穩一點 前面也可以隨時做攻擊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重點 我們出前的時候 不要用肩膀 我們用肩膀出前 我們用腰出前 用腰 也就是用膽前出力 用身體出力 不要只是用手臂出力 第三個重點 出去打的時候走直線 比如說我前出去 直接出去 手不要抬起來 不要說我打你 我打你 手不要抬起來 我們直接從這邊出 從腰貼著腰走直線出去 從腰貼著腰走直線出去 第四個重點 打紅心的地方 不要打偏了 打偏了 力量都不會到他身上 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是打在紅心的地方 打到他走 然後我們打的時候 目標不要只對這裡 目標要對他後面 對他背後 讓力整個穿透過去 所以真的我們打的時候 等下各位練習的時候 來 好 這樣子打 好